人来人往,都向往着温柔,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治愈人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结婚三年终于怀孕,老公却要我我打掉孩子,我不理解,直到我看见他,搂着一个身怀六甲的小三七热,下一秒我让他彻底傻了眼,趁着现在孩子还早,直接打掉吧,一个小丫头骗子生出来,做什么用? 我们王家可不养这种赔钱货,婆婆坐在沙发上,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翻着白眼说着,我叹了口气,没说话回了房间,结婚三年来,我终于好不容易有了身孕,本来一家都因为我有了身孕十分开心,可前几天婆婆就天天说要带我去一个熟人那里做检查, 我问他是什么检查他又支支吾吾,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我也害怕他是被什么人给骗了,我话里话外都委婉地告诉他,现在这个医院已经是很好的医院了,没必要去别的医院再做什么检查了,况且做多了检查我人也不舒服,也许对孩子也不好, 可是对于我说的话,他不仅不听,还每天在家里折腾,甚至还给我老公王储君说我不听他的话,天天想着和他作对,真的是在家里一哭二闹三上吊 没办法,我实在不想担一个不孝的名声,也不想每天都生活在争吵里,只能医了他和他一起去了那个熟人的医院 等到了他口中所谓的熟人医院后,我才发现,原来婆婆想要做的检查是鉴定男女 报告很快出来了,我腹中的孩子是个女娃娃 自从得到这个报告之后,婆婆就每天劝着我去把孩子打掉 我不知道婆婆是怎么可以说出这些话来的 就算我腹中孩子是个女孩子,难道就不是她的孙女了吗? 难道就不是我和王储君的孩子了吗? 我劝过婆婆很多回,告诉她现在生儿生女一样好 可是婆婆一听我说,这些话就说我要毁掉他们王家 说我要断了王家的根 如果和她解释多了,她就索性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我欺负她 说我目中无人,说我不敬长辈,说她儿子就不该娶了我这么个女人 说我根本配不上她儿子 听到这些话我真是想笑 她王家又不是有什么皇位,所以一定必须生个儿子出来继承 何况她儿子,一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贫困生 不过就是考了一个好一点的大学而已 怎么就是我配不上她了呢? 虽然心中有些气恼 但想到王储君往日里,对我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也就不和婆婆计较 对于她说的话,我也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毕竟现在孩子在我肚子里,我不想打 那么谁都别想拉着我去把孩子打掉 而这次婆婆见我依旧无动于衷 竟学会了开始在王储君身上下功夫 王储君一下班回家,他就亲切地迎了上去 就好像我老公是他老公一样 饭桌上,正吃着饭,婆婆突然开口了 储君啊,我给个事给你说呀 听着他这语气我知道,他这就是又要说 让打掉我腹中的女娃娃了 我无声地冷笑了一下 我不信王储君这么个知识分子 会因为我腹中的孩子是个女孩子而罔顾人伦 让我打掉 你媳妇的孕兔很严重啊 我经常在家里看到他难受想吐啊 我真没想到我婆婆竟然会拿我孕兔这事情来说是 难道他这是突然转性了 想到我腹中的孩子哪怕是个女娃娃 也依旧还是一条生命了 王储君听到婆婆说的这话放下了筷子 紧张地看向我 老婆,你最近是又吐得严重了 是的,自从怀孕以后 我不是再吐就是再吐的路上 基本上吃了什么过一会儿就会吐出来 甚至喝水的时候也会吐出来 可是自从月份大起来以后 我这孕兔也就缓解了不少 我伸手拍了拍王储君的手背 轻声安慰他 老公,我没事,你放心好了 我现在已经不吐了 听到我这么说 王储君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一些 他给我加了一筷子鱼肉 不吐了就好啊 那老婆多吃点鱼 吃鱼肉,孩子聪明 婆婆听着我和王储君的话冷哼了一声 储君啊,我在和你说话 你是没听见是吗 在听见婆婆的冷言冷语后 王储君立马放下筷子 妈,我在听 不是你说月月他运吐 没等王储君解释完 婆婆就将手中的筷子往地上一扔 这运吐严重 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代表孩子不愿意待在妈妈的肚子里 代表孩子是不健康的 这孩子你们必须打掉 果然,我就知道 婆婆突然提出什么运吐来 绝对不是因为关心我 而是为了打掉我腹中的孩子 妈,运吐是正常的 王储君一开口 婆婆就将一个碗砸在了地上 什么正常 人家也就吐一下下 那是运吐害喜 他这么吐就是把我孙子吐成了不健康的 知道吗 则,什么吐成不健康 你估计是觉得把你孙子吐成了孙女吧 王储君还准备再继续解释 婆婆直接往地上一坐 开始哭了起来 我知道,你这是结婚了 所以直接就忘记了我这个做妈的 像当年,你那个没良心的爸爸走了以后 我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女人 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大了 每次只要王储君有一点点不听婆婆的婆婆 就要拿出当年拉扯她长大的事情来说 然后接着一哭二闹三上吊 将这个家折腾得没有一点家的模样 而王储君呢,又一直是一个孝子 所以只要婆婆一闹出 这个动静呢,她就没有办法了 王储君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 妈,我没有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妈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看着这一出闹剧我只觉得头疼 我揉了揉眉心 刚准备往房间走的时候 王储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老婆,你和我一起跪下 什么?为什么要我一起跪下? 你要做孝子 你做你的孝子就好了 你要跪你妈妈 那是因为她含辛如苦 养大了你那你跪就好了 我绝对不多说一句什么话 可是凭什么要我跪? 我白了王储君一眼 我肚子不舒服 我要回房休息去了 说完,我就直接挥开了王储君 拉着我的手往房间走去 婆婆瞧见 我和王储君的动静闹腾得更大了 看啊,这就是你娶的媳妇啊 当初我就说过呀 让你不要娶这个女人啊 你一定要娶 现在她不仅对我这个婆婆不笑 还不听你的话呀 这还要生个不健康的孩子 来害我们王家呀 客厅里的动静还在继续 我戴着耳机躺在床上 慢慢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王储君将我叫了起来 他一脸疲惫的样子 朝我叹了口气 老婆,不然你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吧 我娘家离我们现在的家 也不算远 王储君给我收拾了点东西 第二天就将我送回了娘家 在路上的时候 王储君一个劲地给我道歉 老婆,妈妈从小就没读过什么书 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我笑了笑摇了摇头 并没说什么 其实我也确实懒得和婆婆去计较什么 从前她对我阴阳怪气地说话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搭理 这次要不是是关我父中的孩子 我想我依旧还是会把她当作透明人 就像婆婆一直觉得我配不上王储君 可其实在我父母心中 王储君就连给我提携她都是不配的 老婆,最近妈妈在家里闹腾得厉害 其实也是为了你着想 她只是害怕孩子不健康而已 听着王储君的话 我瞬间怒火中烧 孩子怎么不健康了 我看她不是怕孩子不健康 而是怕我给你生个姑娘吧 见我发火了 王储君瞬间有点怂 她支支吾吾继续说道 老婆,我妈 我妈她不是这样的人 我冷哼了一声不说话 直接下了车 王储君在我身后忙大声说道 老婆,过两天我就过来接你啊 刚回到娘家的这几天 我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每天睡到自然醒 还没有婆婆来折腾 爸妈呢对我又十分体贴 王储君也每天下班就过来 给我带一堆的水果什么来讨好我 可是日子久了 周围的邻居就开始传出了一些难听的碎言碎语 大多是什么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还要靠着娘家呀 肯定是我和自家的老公吵架了呀 又或者说是什么 我和老公已经离婚了呀 反正各种难听的风言风语席卷而来 这天王储君照例拿着水果什么过来的时候 我问他 我这天天住在娘家也不是事 你看我什么时候回去住 王储君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冷笑了一声 难不成婆婆是不准备让我回家了 听到我说婆婆王储君就不乐意了 她立马反驳道 我妈没有不让你回家 那是怎么 我看了一眼王储君 他不说话 我冷笑了一声接着说道 是让我打掉孩子再回去 那个 我 你 瞧王储君的德性我也知道 我这是猜对了 我叹了口气 拍了拍床 是以王储君坐下 不然你去给婆婆说 等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 再过两年 我们再给他生一个孙子 如今我月份慢慢大起来了 每天住在娘家 属实不太好 既然婆婆想要个孙子 那就到时候再生一个旧式了 反正我本身就是想过 要生二胎的 这件事只要最后能够解决 我退一步认个书 也没什么的 月月 你听话 这个孩子我们先不要了 等你养好身子 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好不好 听着王储君的话 我整个人都忍不住在发抖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 王储君会对我说 不要我腹中的这个孩子了 毕竟 这不仅仅是我的孩子 也是他的亲骨肉啊 我忍住内心的悲戏 看着王储君说道 孩子现在已经超了三个月了 就算想要打也打不掉了 王储君朝我走近 揽住我的肩膀轻声道 月月妈妈有认识的医院 能够帮忙做手术的 王储君口中 这个所谓的认识的医院 应该就是之前给我检查出 我怀的是女娃娃的那个医院吧 现在孩子月份还小 咱们只要去做个迎产手术就好了 到时候你休养一两个月 我们还是会重新有孩子的 我不敢置信地望着王储君 听着他一字一句说着 其实真的不怪妈妈 你现在肚子里面的这个孩子 他不是健康的 咱们现在不要他是对你好 也是对他好 王储君的每一句话 都打在我的心上 我终于忍不住推开他起身 我只觉得自己指着他的手 都在发抖 你明明知道的 这运途只是我的身体机能而已 根本不可能证明 孩子是不健康的 你为什么还执意要打掉这个孩子 你是不是和你妈也一样认为 这个孩子是个女孩子 所以不想让我生下来 最后一句话 我基本是吼出来的 王储君见我动怒了 忙上前扶住我身子 老婆 我没有这么想过 不管是生男生女 都是我们的孩子啊 那你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执意打掉 我们的孩子 我只有我妈一个妈妈 她现在每天在家里 寻死觅活的 我能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 这个孩子打掉了 我们以后还会有别的孩子 可是我妈 要是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这个做媳妇的心理 过意地去吗 我冷笑了一声 轻抚着肚子 慢慢坐了下来 她妈在家一哭二闹三上吊 而我就必须要放弃我的孩子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既然你这么爱你妈 不能没了你妈 那么我们就离婚吧 这孩子在我肚子里 他只会是我的孩子 从此以后和你们王家 没有任何关系 好啊好啊 离婚就离婚啦 你以为你一句离婚 能吓唬得到谁呀 这一刻 我整个人如同坠入了冰窖之中 从心中开始发寒 只是瞬间的功夫 我便觉得身体内 好似有一股暖流流出 我低头一看 血液顺着双腿 慢慢滴落在地板上 我全身无力 在恍惚之间 我好似躺在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扯着嗓子 喊着救护车 在睁开眼时 周围一片白茫茫 妈妈坐在床边 握着我的手 我伸手摸了摸肚子 原本已经形成 小小硬块的孩子 怎么不在了 我抬头望向妈妈 妈妈拍了拍我的手 轻声道 乖 孩子以后 还是会有的 你人没事就好了 果然 孩子没了呀 我咬唇望着天花板 慢慢开口 王储君呢 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里 王储君从未出现过 我给他打去的电话 都是无人接听 如今孩子没有了 也算是如了他王储君 和他妈妈的意了 可是他现在搞失踪这一出 是什么意思 就算是要离婚 那他也应该出现 不是吗 难不成 害怕我会死缠着他 不成 出院回家后 我刚躺到床上 就收到了一条 陌生号码来的信息 看到信息的那一刻 我只觉得 天旋地转 血气上涌 怪不得王储君和他妈妈 那么希望我打掉孩子 甚至不惜说出 我孩子不健康这种话 原来一切 都是因为这个 这条信息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男子的一只手 亲热地搂着一个女子的腰肢 而另一只手 则温柔地抚摸着这名女子 大腹便便的肚子 虽然照片拍得有点模糊 甚至他们都只露出了半张脸 但是我完全可以肯定 这两个人 我都认识 那个男子是我的老公 王储君 那他旁边的那个女子 则是之前在我家 借住过一段时间的 王储君的表妹 王娇娇 还记得那时候 王娇娇刚来我家的时候 是婆婆带着她来的 婆婆说 娇娇刚毕业 准备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找工作 可是还没找到工作 所以就只能暂时先住在我们家 等到时候找到工作了 就搬出去 当时我想着 那反正是亲戚 是表妹 就同意了她住下 可是王娇娇这一住下后 我才发现她好吃懒做 不仅每天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还根本就不出门找工作 每次我去劝着王娇娇 去找工作的时候 婆婆就会在一旁说嘴说什么 现在天气太热了呀 等天气凉快了一些 再去找之类的话 王娇娇就这么在我家 直接住了大半年 而她之所以走 是因为那天我下班回家 无意间发现 她竟然穿着我的透明睡衣 和王储君在沙发上 虽然俩人什么都没做 但是举止看起来十分亲密 王娇娇的某处 都直接贴在了王储君的胳膊上 我实在受不了 看到的这一幕 就强硬地让王储君给王娇娇送走了 没想到当初觉得他们 不是普通的什么表哥 表妹的心思 如今竟然真的成真了 看王娇娇的肚子 应该比我怀孕还要早 按照她肚子看来 应该已经有五六个月了 想我怀孕的时候 王储君都没有这么温柔地 抚摸过我的肚子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 王娇娇腹中的孩子 肯定是男孩 所以在知道我的孩子 是女孩子后 婆婆就一定让我打掉孩子 毕竟他们王家 都已经有了一个孙子了 那么我腹中的这个孩子 不就成了挡脚石了吗 我那无辜的孩子 竟然是因为这种荒谬的原因 而没有的 王储君 你出轨不说 还间接害死我的孩子 这次 我不仅要和你离婚 我还要让你偿还 所有的一切 第二天 我给王储君 打了个电话过去 那边很快接通了 月月 你现在还好吗 听着王储君的声音 我就知道 他这几天过得十分不错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才缓缓开口道 我已经出院了 你什么时候过来接我 王储君愣了会 可能是没想到我 竟然会这么快低头 为了防止王储君不信 我赶紧又开口解释道 现在孩子没有了 咱们也不要再闹了 等我休养一段时间后 咱们再怀个宝宝吧 月月 你早点能这么想好了 我明天就过去接你 你在妈妈家再住一天 好吗 看样子 他这是还和王娇娇 在一起呢 我忍着心中的恶心应导 好的 第二天 王储君果然来接我了 妈妈在房间里问我 你真的决定好 和他回去了 我没有告诉妈妈 王储君出轨的事情 也没有将婆婆的那些事情 告诉他 他只以为我是和王储君闹别扭 所以导致孩子没了 妈妈一直在生气 但他生气的只是我孩子没有的那几天 王储君没有出现 见我不说话 妈妈心疼地将我搂进怀里 既然你自己决定好了回去 那就回去吧 你们两个人毕竟是夫妻 这孩子没有了 以后再要也是可以的 只是以后不要再这样吵架了 伤害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啊 我将眼眶边的泪水擦拭掉重重的点头 妈 你放心 我都知道的 王储君将我送到家后 我那婆婆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 看见我回来了 她头都没有抬 只是往地上呸了两下 不知道是在吐瓜子壳 还是在吐我 现在知道回来了呀 去一趟娘家 把孩子都给搞没了 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呀 当初早听我的 把孩子直接打掉 不就好了吗 至于落得现在这个下场吗 婆婆这些风凉话一字一句扎得我心脏疼 可是我知道 我现在只能忍耐 如果不忍耐 那么最后痛快的人只会有他们 他们可以无所谓地抛掉我 然后再娶王娇娇进门 到时候他们媳妇有了 孩子也有了 一家人其乐融融 而我呢 孩子没了 家没了 什么都没了 所以现在的我必须忍着 忍耐到让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 这天我一大早就出了门 直接到了上次婆婆 带我来检查的这家医院 我特意找了之前婆婆 陪我看的那个医生 她见到我的时候 有一瞬间的呆滞 但很快反应过来了 你是来看什么病的 我冷笑了一声 拿出了之前她给我做的那个报告单 我是来看这个病的 她低头看了眼报告单 我轻声说 你应该知道 非法鉴定婴儿性别是要坐牢的吧 你 你想做什么 她慌了 说话都支支吾吾 没有了底气 我知道 你和我婆婆是朋友 但是你们究竟是什么朋友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说着我从包里掏出了一叠现金 你现在呢 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 是继续做我婆婆的朋友 然后到监狱 而一个呢 是拿着桌子上的这些钱 做我的朋友 走出医院的时候 我只觉得浑身舒适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有点担心 担心这个医生 真的和我婆婆是什么至交好友 但还好 原来这个交情 也不过是金钱交易 更何况 我还握有这个医生的把柄 那么她最后的选择 也就显而易见了 现在我只盼着 盼着那一天赶紧到来 你王储君欠我的欠我孩子的 你们都要一一还给我和孩子 这天婆婆接到了一个电话后 立马神色慌张地出去了 我立即打了个电话给王储君 王储君回来后 有点埋怨地看着我 毕竟我一直以来 都是十分懂事听话的 从来不会在他上班的时候 打扰他 可现在却要他在上班的时候 请假跑回来 月月 怎么了 一定要我回来 我拉着王储君的手撒娇讨好道 老公 我想要孩子了 王储君捏了捏我的鼻子 你啊你 竟然为了这个事把我叫回来 虽然他说的话带着几分责怪 但是语气全然没有责怪我的样子 反而 有点兴奋 看着他的眼神 我就知道这王八蛋是惊虫上脑了 男人 真的都是贱人 不过也是 自从我回来以后 我就一直用身体不适做借口 和他分房睡 而王娇娇现在这个月份 肯定是不方便和他同房了 这只是叫他回来一趟 他竟然就立马能够想到那种事 在他即将扑向我的时候 我拦住了他 老公 做这个事情 之前我们还应该去做一个更重要的事 被打断雅姓的王储君 有几分不悦 什么事 我们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看什么时候能够要上孩子呢 听到去医院 王储君的脸色变了 他冷冷地说道 这有什么去医院的 没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回公司了 也是 现在他都已经有儿子了 怎么可能会想和我再生一个呢 老公 如果能够早点有孩子 那么我妈妈说 愿意给我们一套房子 听到房子的时候 王储君的眼睛都亮了 当初我和他结婚的时候 他就曾经想过 让我家里陪嫁一套房 但是我家并不愿意 所以作罢了 如今听着 只要有个孩子 就能有一套房 立马就拉着我去了医院 老公 我的检查做完了 医生说 让你也去做个检查 啊 我也要去做检查 不是说你检查就可以了吗 我一边笑着 一边将王储君推进检查室 反正咱们都已经来了 你就去看看嘛 早点看好 咱们早点要个孩子也好 早点去看房子 对不对 尽管王储君再不愿意 可是如今已经到医院了 还有个房子做助力 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了检查 做完检查后 我们就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 婆婆还没有回来 王储君给婆婆打了个电话 妈 你出去做什么呀 怎么还不回来 婆婆那边声音有气无力 哎 是娇娇那边的事 王储君贴了一眼 一旁的我后往阳台处走去 那你回来再给我说吧 说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当作什么都没听见 什么都没看见的 走进了房间 婆婆之所以会突然出去 就是我给支出去的 而婆婆说的所谓的娇娇那边的是 我想 那边已经开始按照我说的去做了 这天晚上 王储君趁着我睡着的功夫 起身捏手捏脚地去了他妈妈的房间 等着他走后 我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等王储君去他妈房间商议要事 已经等了一个晚上了 我轻手轻脚地将扩音器放在了墙壁上 接着轻身将耳朵放在了扩音器上 开始了听八卦之旅 王储君妈妈的房间就在我们一墙之隔 当初我还十分抗拒他妈住在隔壁 只要一有大一点的动静 他妈就能听见 可现在我十分感叹 还好是在隔壁 只用一个小小的扩音器 就能将他们说的所有话 听得一清二楚 妈 娇娇出什么事了 是王储君的声音 之前娇娇不是去我朋友的医院做了检查吗 那边说呀 这孩子可能有问题呀 怎么可能 之前不是说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会不会是医院出错了呀 要不然我们换家医院吧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了 这就是我之前去那家医院的其中一个目的 让那个医生告诉婆婆 王娇娇的孩子有问题 若如果他们换一个医院去检查了 那么我计划的这件事不就失败了吗 医院怎么会出错 他说有问题肯定就是有问题 再说我们这孩子的性别 不都是他给咱们检查的吗 咱们不能随便换医院 听着王储君妈妈的话 我瞬间放下了心来 王储君这个窝囊的妈宝男 只要是他妈说的 就没有不从的 果然 他妈这么说了之后 他便在没有了别的话 只是一个劲说要想办法什么的 肯定是要想办法的 咱们王家的根啊 可不能这么有了意外 听着他们母子俩的对话 我放心地躺床上睡了过去 今天这个娇娇的事还只是一个开头 只是一个开胃菜 咱们后边还有的是惊喜等着你们母子俩呢 这几天是王储君都是无精打采的 我想定然是王娇娇的事情导致的吧 当初他听着婆婆说 我的孩子是个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 可完全没有过这种神色 只想着让我赶紧打掉孩子 可现在 呵呵 所以这就是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区别吗 真是恶心到极点 我强压着恶心 依靠在王储君的肩膀上 老公 医院那边打电话来说 报告出来了 让我们去拿呢 听着我的话 王储君头都没有抬的 只是轻硬了一声 我赶紧趁热打铁 一边替他按摩着肩膀 一边柔声说道 老公 你最近辛苦了 看你都没什么精神 这报告 我就自己去拿吧 这报告早点拿到 咱们早点备孕 也早点去看房子 听到房子的王储君 果然又恢复了精神 他揉了揉我的头 笑着说 老婆 有你真好 报告拿回来后 我一声不吭地坐在了沙发上 王储君见我不说话 面色凝重地看着我 月月 发生什么事了 我抬头望了他一眼后 拼命摇头不再说话 只是哽咽 月月 是不是你王储君叹了口气 坐到我身边 轻拍着我的肩膀 老婆 没事的 你哪怕以后都不能生育了 我都没关系 你是我老婆一天 那么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看 王储君说的这话 多感人啊 如果不是早就知道了他本来的面目 那么我一定会被他现在的这些话给骗了 晚上我将报告单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 这天 婆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喂 医生啊 我一边说着话 一边假装看了两眼躺在沙发上的婆婆 医生你等一下 我到阳台给你说 说着我就走到了阳台 但我特意没有关阳台的门 果然 听见我打电话的婆婆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偷听着我打电话 是的 报告单我已经拿了 我老公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不和他说了 没事的 不说他反而心里能够舒服点 谢谢医生了 挂断电话后 我见婆婆坐立难安的样子 特意假装出门去买东西了 果然 当我提着水果回家的时候 婆婆已经不在家里 顺带不见的 还有我放在床头柜里的那张报告单 其实那哪里是什么我的报告单啊 就纯纯 是我老公的报告单 一个若惊的检查报告单 当天晚上 婆婆和老公都没有回来 只是第二天一大早 那个医院的医生给我打了电话过来 你的事情我都替你办好了 你那个报告单可以撕掉了吧 可以 我给他拍摄了一段我撕掉报告单的视频 紧接着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直到晚上 婆婆和王储君才回来 俩人搭了着头 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我削了个苹果 一边啃着 一边看着电视问 老公 你们这是怎么了 听着我的声音 王储君跑到我身旁 又是替我按摩肩膀的 又是替我捶腿的 老婆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会离开 我的对吗 我将苹果和丢进垃圾桶里 笑着点点头 是的呢 只要我是你老婆一天 我就一天不会离开你的 听我这么说 以后王储君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老婆 有你在 真好 我抬头望了眼 正坐在一旁的婆婆 她此时正搭拉着脑袋 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 第二天一大早 我是被客厅里的争执声吵醒的 你们不要抓我儿子 要抓就抓我 我儿子什么都没做错 呵呵 你以为我们就抓你儿子 不抓你吗 你也是要跟着一起走的 我打着哈欠走到客厅 此时客厅已经围满了警察 王储君正被警察反手 烤上了镣铐 老婆 就我呀 老婆 我不想坐牢 我眨巴着眼睛 望着警察问道 这是怎么了 警察看了眼王储君后 对我说道 昨天你老公和你婆婆两个人 到受害人王娇娇的居所 对着人进行了殴打 导致人孩子没了 现在他也还在医院 没有度过危险期 警察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怜悯 我捂着嘴 瞪大眼睛看着王储君 老公 你做什么去打娇娇 还有 娇娇的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 王储君张着嘴张了半天 都没有说出一句解释出来 等警察带走王储君和他妈妈后 我就站在屋内喊着 老公 婆婆 你们放心 我会去查清楚的 因为我的一段喊叫 本来没有人的走廊 此时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大家都在八卦着 这两母子究竟是犯了什么事 被抓走了 等王储君被抓走以后 我又回到床上 补了一个叫才醒来 我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 都收拾好 然后回了家 妈妈看着我大包小包的模样 红了眼眶 她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 只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妈妈的好月月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这两天 王储君带着妈妈一起 殴打王傻娇的视频 被曝光了 我拿着视频 去了关押王储君的地方 所以 王傻娇肚子里的孩子是你 不是 老婆 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 你知道的 我若惊 就你那么一个孩子 我不可能再有孩子的 我轻笑着 一字一句地说着 若惊并不是说 不可能有孩子 况且 王傻娇的孩子 比我的孩子还要大 就是你不可能再有孩子 那么也应该 我的孩子不是你的 可王傻娇的孩子 却是你的呀 听着我的话 王傻君愣了愣 随后发狂般地吼叫 你的孩子不是我的 你竟然出轨 你个贱女人 我揉了揉眉心 我真的很无语 亏这个王傻君 还是读了大学的人 这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啊 我叹了口气 慢慢一字一句说道 我的孩子是你的 王傻娇的孩子也是你的 只是可惜 这两个孩子都是你亲手杀了的 说完我将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 你把这个签上吧 现在你殴打王娇娇的事已经流传开来了 你的工作没了 你出轨也已成定局 你不仅要因为伤人罪坐牢 你还要净身出户 说着 我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 也就是说 等你和你妈妈坐完牢出来以后 可能就去要坐乞丐了 王储君瞪大眼睛看着我 都是你 对不对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对不对 我笑了 王储君啊 王储君 在最后 你终于聪明了一回呀 不过就算是我做的 那又怎么了 我不过是让那个医生 帮了我一个小忙 先是告诉王储君的妈妈 王娇娇 肚子里的孩子不健康 接着拿走针报告 让他帮我 做了一个假的若惊报告 顺便告诉我的那位婆婆 这个所谓的若惊 是怎么回事 得到暗示的王储君妈妈 自然将事情都告诉了王储君 只是可惜了 王储君看着这么聪明的人 竟然真的上当了 竟然真的以为 王娇娇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自己的 带着自己的妈妈 上门一边吼着 说王娇娇用了自己那么多的钱 还背叛自己 一边对王娇娇拳打脚踢 这下好了 王娇娇的孩子没了 他俩母子也进了监狱 我和王储君离婚了 因为他出轨的事实 摆在法官面前 他背叛了净身出户 我再也没有去看过王储君 只是在王储君和他妈妈 探觉下来的这天 我将所有从前 给我孩子准备的 所有东西都烧了 孩子 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 请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 一定要 再来到妈妈的腹中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故事 男友刚被我追到手 就在短视频网站上 和律师连线 咨询怎么瓜分 我的婚前财产 还说他的女友是个恋爱脑 就应该在他这里 好好上一课 了解人生百态 笑死 见过蠢的 没见过这么蠢的 他怎么不了解一下 我的婚前财产 是怎么来的呢 我悠闲地靠在沙发上 一边喝着奶茶 一边刷着短视频 突然间 在某知名婚姻律师的 直播间里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唐律师 你好 有个法律问题 想咨询一下您 我新认识的女朋友 在开发区 有好几套大平层 我要怎么做 才能把她的婚前财产 变成婚后财产 直播间下面的评论 一片哗然 这是什么阴间问题 不仅吃软饭 还要吃绝户 兄弟 你这算盘打的 我在漂亮国都听见了 家里有女儿的来看看呢 国男的基本盘 都是这个调样 以后女儿找对象 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来自先谋生再谋爱 对面却理直气壮 我能看上她 是她的荣幸 再说 这种恋爱脑 就是要让我调教调教 我给她上一课 她付点学费怎么了 由于是语音连线 看不到对方的样子 但是那雌性的声音 和傲娇的语气 分明和我刚追到的 男神余佑 一模一样 而且 她之所以答应和我交往 就是因为意外发现 我从包里调出了 好几本房产证 地址就是刚才直播间里 提到的开发区 开发区的大平层 数量可不多呀 这马甲掉的也太明显了吧 律师咳了咳嗓子 见怪不怪地说 这位帅哥 建议您在恋爱和婚姻中 还是多点真诚 少点套路 我这里只是分析 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 不是让你通过欺骗 谋求非法利益 按照法律规定 婚前财产 在下面几种情况下 可以转化为婚后财产 对面听完之后 冷哼了一声 还以为你多么了不起 原来不过如此 这些招数我就会了 不劳你费心 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说完 她打赏了一个火箭 直接下线了 直播间的吃瓜群众 开始沸腾 不是说连线问一个问题 就要打赏嘉年华吗 这是啥 打了个三折 来自大白兔奶糖 估计她觉得 没问到自己想要的 亏本了吧 来自Gray 以致唐律师刚刚提到三种 把婚前财产 转化为婚后财产的方法 且渣男认为自己都学会了 求渣男会采取哪一种 来自智慧小宇宙 要我说 有什么锅配什么盖 这么蠢的女人 就应该和渣男所死 九十九 来自飞翔 喂 楼上的 你这是什么受害者有罪论 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来自圆圆圆 我打了个喷嚏 揉了揉鼻子 退出直播间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姐们 事情进展得有点快 我们得早点准备了 次日 于又一反常态 主动约我出去吃饭 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正好 我也有一个意外要送给她 来到她订的西餐厅 还未上菜 她就从桌下掏出一个小盒子 啪地打开 里面是一个三十分的钻截 上面香的那点钻石 还没有我刚做的指甲上的碎钻打 她双目含泪 饱含真情地说 木木 嫁给我好吗 我捂住嘴巴 吃惊地问 我们上个星期才交往 这也来得太迅速了吧 而且你之前不是说对我没感觉吗 她称怪地瞪了我一眼 傻瓜 我之前以为你只是看上我的脸 所以想考验考验你 我心里默默地付菲 你能被人看上的 确实也只剩这张脸了 沉默片刻 我犹豫到 我们连家长都没见过 现在就求婚 未免太早了 她笃定地说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那些都是小问题 我脸微微一红 你对我真好 我肯定是愿意的 不过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 把钻戒带在我的无名纸上 那就这么定了 我都想好了 以后结婚了 咱们就住在 你那套大平层里 我们住一套 我妈和我妹住一套 其他的都租出去 她一脸甜蜜地看着我 我面露难色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 开发区那几套房子 我姐劝我挂在网上卖了 那感情好 我妈还念叨说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们 毕竟那些是你的婚前财产 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她话一出口 又连忙改口道 我是说 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 卖了也挺好 以后咱们结了婚 买个大的 说实话 你那几个大平层位置 不算特别好 虽然就在你公司旁边 但是离我上班的地方 一个小时的车程呢 以后咱们约会多不方便呀 嗯 以后你想住在哪 我们就买哪的房子 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 他们说了 我结婚也不需要问男方要什么彩礼 只要对我好就行了 我面露羞涩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中 隔壁桌一个身着运动装 戴着黑色口罩的女生跑过来 对着于又泼了一杯冰水 怒吓道 渣男 你骗了我还不够 又再这骗别人是吧 于又脸上一阵慌乱 但马上镇定下来说 美女 你认错人了吧 我都没见过你 怎么会骗你呢 我一脸气愤地站起来 这位女士 诬陷别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了 不然我现在就报警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她叫张雨宁 家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建设路 父母早逝 家里还有个妹妹 不幸你看她户口本 女生一脸理直气壮 我紧张的心终于落地 安心坐下来 一摊手 那你确实搞错了 从名字到籍贯都大错特错 我匆匆付了钱 一边拉着于又离开了西餐厅 一边安慰她 这年头疯子越来越多了 我们惹不起躲得起 身后传来女生气急败坏的声音 特么的 张雨宁你 骗人就算了 把钱还给我 于又脸色不太好看 有点善善的 我开玩笑道 下次遇上这种事情 你就应该把她 拉到警察叔叔那里 甩出户口本 打她的脸 对了 我姐就是干法律这行的 下次谁胡说八道 咱们告她 她眉头紧锁 木木 我身体不太舒服 改天咱们再约吧 这个改天改在了一个星期之后 于又把我约到她的家里 说要带我见一见家长 我穿了一件红色的小洋装 戴上钻石耳环和珍珠项链 兼备一个LV包包 买了点礼物 来到她的小公寓 不到二十平的客厅里 放了一个双人沙发 沙发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女人 她为我介绍道 这是我的妈妈和妹妹 我妹叫于左 你叫她左左就行了 我上前打招呼 于妈妈没有起来的意思 抬起下巴 示意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 妹妹则一脸艳羡地看着我 嫂子 你这包包是LV的新品吧 我上次还是在杂志上见过 你能借给我背一背吗 我把包递给她 示意道 你可以先看看 不过这个被我背旧了 下次去店里给你买新的 她抱住包包不撒手 这和我在杂志上看得一模一样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还有你手上这个是绿水鬼 她深吸了一口气 难以置信 于右脸上颇有些难堪 她一把夺过包还给我 又把妹妹拉起来 让她给我让个位置 我白白手示意不用 坐在板凳上 把礼品拿出来 里面是一盒冬虫夏草 两个香奶奶的包 还有三个玉佩 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一点 小小的见面礼 你们看看喜不喜欢 于妈妈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 笑着说 大户人家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比那些穷酸家的女儿有见识 就是让你破费了 您太客气了 以后我和于右结了婚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们有什么想吃的想买的和我说 我陪你们去 我真诚地说 于妈妈抹了抹眼泪 哎 于右她爸死得早 我把他们兄妹俩拉着大也不容易 以后你俩成家了 可不能忘本 阿姨 你就放心吧 我会和阿佑一起孝顺您的 我安慰她 阿佑长得这么帅 又是一身本事 之前好几个女生追她 我都没同意 你能嫁给她 她也是你的福气 于妈妈叨叨地说了一串 忠心思想就是我走了狗屎运 捡大漏了 我微笑着附和她 那时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和她在一起 于妈妈一脸得意 那时我的儿子从小就众星捧月 我一直觉得呀 只有市长 阿布 省长的女儿才配得上她 可惜她没考上公务员 不然也不会找你这种爆发户出身的 于又忙瞪了她妈一眼 妈 木木爸爸也是当官的 只是外公那边做生意才有了点钱 你不要乱说话 于妈妈一拍大腿 气愤极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 左左前天参加事业单位的面试 没通过 早知道有这层关系还不用上 她又一脸歉意地望着我 木木啊 你不要怪阿姨啊 阿姨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不过呢 我们这种人直来直去的 不会算计人 还是很好相处的 以后咱们住在一起你就知道了 我点点头 阿佑是个好的 你们一家都是好人 于妈妈教导我说 既然你们在一起了 阿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 妹妹的工作你也帮忙上点心 你家里的关系 能用上的都用上 不是有句话吗 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 是吧 我迟疑道 哎 可惜我爸爸一直是个迂腐的 他那边可能行不通 没事 等以后我和他成了亲家 不用他出面 我去操作 于妈妈一副嫁轻就熟的样子 对了 你爸既然是当官的 肯定对彩礼这种陋习 深恶痛绝吧 我叹了口气 我爸说 彩礼和三金 都要按照我们那边最高的标准来 于又惊讶地看着我 木木 求婚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咬着嘴唇 伤心地说 本来确实不要彩礼的 谁叫你在外面欠了风流债 于又恍然大悟 是不是上次那个疯女人 又在你面前说了什么 鉴于妈妈和妹妹十分诧异 她把上次求婚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于妈妈怒气冲天 肯定是那小蹄子追不到你 想讹上你了 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出来 片钱片色 真是不要脸 我暗地里惊奇 于妈妈根本没有见过那个女生 怎么知道她长得好看 而且 那个女生从头到尾都戴着黑色口罩 就连我俩都不知道 她长什么样子 左左挽着我的手 嫂子 我哥都要和你结婚了 怎么可能骗你呢 再说 那个女人说的那些信息 都是错的 不信 我们可以给你看户口本 于妈妈理直气壮地说 对 我们的户口本可做不了价 这些你都可以去派出所核实的 她从包里拿出全家的户口本 一页页翻给我看 里面果然写着 于秀云 于右 于左三个名字 集贯则是在云南的某个小镇 什么山东 我们从来没去过 于右也没往家里带过别的女人 我叹了口气 哎 我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那个女人去找了我姐 我姐是做律师的 飞妖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 而且听那个女人说 她联系了好几个受害者 如果你不还钱 他们就把这件事捅到媒体上去 我姐最痛恨骗钱的渣男了 她和我爸说了 我千万不能嫁给凤凰男 所以彩礼和三斤得加倍 于右脸色发白 木木 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呀 我白了他一眼 我不信你能信谁呀 这不是来帮你了吗 说到底 是因为你没有在我家人面前 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现在网上都说什么凤凰男 喜欢找有钱人家的独生女 吃绝户 你要是表现得像个有钱人 别人也不至于怀疑你 于右点点头 你说得对 可是我手头确实没什么现金 要不你先借点钱给我 我买点礼物去见见你父母 我一脸神秘地说 我早就安排好了 你就听我的吧 另外 如果阿姨和妹妹 今天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一起去逛逛商场 对了 你们把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带上 咱们今天要忙的可多了 我先是带于妈妈和妹妹 来到奢侈品专柜 柜姐是老熟人了 一见我就亲切地说 木木姐 你又来了 今天想买点什么 我指着于妈妈他们介绍道 这是我未来的婆婆和小姑子 我想给他们从头到尾包装一下 你帮忙安排一下呗 她微笑着说 没问题 我先挑几件给你们试一试 贵姐去拿衣服和包包了 我悄悄地在于妈妈耳旁说 一会给您和妹妹办个付卡 你们以后消费尽管刷卡 我来还就行了 她一脸迟疑 我给他们看我的信用卡还款记录 阿姨 您看 我每个月在商场消费小几千万呢 这么点钱还是还得起的 一面说着 一面又把绿水鬼摘了下来 戴在她手上 阿姨 这个表挺适合您 送给您吧 妹妹惊呼了一声 嫂子 这个得百来万吧 足够买一套房子了 你也太大方了 我摆摆手 毕竟你们是我未来的婆家 穿戴不能输给别人 不然不是丢我的脸吗 于妈妈笑得何不拢嘴 你这孩子 想得真周到 我谦虚到 这没啥 应该的 见妹妹一脸羡慕 又对她抱歉道 这次没给妹妹准备啥 一会儿咱们现买吧 我拨通电话 叫来银行的高级客户经理 给于妈妈和妹妹 录入信用卡信息 他们忙把身份证件拿出来 绑定了手机号 又录了人脸信息 因为我是VVIP客户 所以付卡马上就激活了 虽然实体卡还没到 但是刷脸就可以直接消费了 我对于妈妈和妹妹解释道 一会儿消费完 你们手机会收到信息 月底我一起还就行了 于又在旁边看得眼睛发酸 木木 你对我妈和我妹妹也太好了 对我都没有这么好呢 我吐吐舌头 亲爱的 我姐每个月都会看我的信用卡账单 用副卡买点女装没啥 谁知道是给别人买的 还是给我自己买的 但要是账单里面有男装的消费记录 我家里那些人又该为难你了 不过没关系 你愿意的话 也办个信用卡 要买什么直接刷卡就行 回头我用私房钱给你还 我拿出手机 给她看我的账户余额 哎 我姥姥姥爷每个月都给我打钱 我实在花不完 好烦 她忙拿出身份证 没事 以后我帮你花 我让客户经理又给余佑也办了卡 也是刷脸直接消费就行 男人逛街效率比较高 等我们买完八件衬衫 五件Polo衫 七条裤子 三套西服 两个包包 才花了二十分钟 亲爱的 我穿上这些衣服 绝对让你全家人过目难忘 对了 要不要我给你买点什么 刷我的卡 她大方地说道 我白白手示意不用了 咱们抓紧时间 还要去看别墅呢 我和鱼妈妈她们打了个招呼 让她们继续逛着 叮嘱贵姐直接把男装送我家 然后带着余佑去了本市最大的一个别墅营销中心 一进门 销售小姐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大小街 你又来了 小张 我们又见面了 我眨了眨眼睛 笑着说 于又疑惑地看着我 为什么她叫你大小街 我偷偷地和她说 这是我姑父开的房地产公司 一会你可得大放点 别让人笑话了去 大小街 您今天是自己看房子 还是陪这位先生看房子 小张给我们端上两杯茶 我微笑着说 这是我未婚夫 她打算来买一套别墅 做我们的婚房 您的先生对您真好 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别墅小区 最适合您这样的 New Money了 不仅地段好 居住舒适 价格也特别合适 我示意到 今天主要是她看房子 你向她多介绍介绍 对了 我们是自己人 一定要给最优惠的价格哦 小张带于又走到沙盘旁边 洋洋洒洒地介绍了半个小时 又开车带我们 去附近看了样板房 别墅的地面有三层 地下还有一个影音室和电竞房 带一个一百平的小花园和车库 虽然不是特别豪华 但地段非常好 周围是市政府和公园 离于又上班的地方特别近 于又越看越满意 小张在旁边笑着说 咱们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 过了这村可没这点了 要不今天就把定金交了 您这边打算全款还是分期 于又面露难色 我生意上周转不开 还是分期吧 小张拿出计算器敲了一通 没关系 我们这儿很多大客户都是分期 要我说呀 还是分期更划算 那您今天就签合同 于又把我拉到一边 为难地说 木木 你也知道 我手上没多少钱 要不你先替我垫上 我以后还你 我和颜悦色地说 我们是一家人 本来我的就是你的 说什么还不还的 不过这个房产证上 写的是你的名字 名义上贷款应该是你那边还 不然流程也不好走 说句不好听的 要是别人以为 是我在给你还房贷 还以为你是被我包养的 小白脸呢 他仿佛想起了什么 了然道 贷款当然是我来还了 不过以后装修什么的 你得帮着点 我点点头 那是自然 定金和首付 你都刷卡吧 回头我给现金给你 他灿然一笑 你对我真好 我以后不会辜负你的 办完手续 已经是下午三点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盲问于佑 你妹妹是学什么赚业来着 他吞吞吐吐地说 以前在我们家那边 做过会计 算账这些活还是没问题的 我敲了敲脑袋 这就巧了 我姑父新开了个珠宝店 店里想招个会计 活不难 人要靠谱的 机灵的 要不要去试试 愿意的话 明天就可以上班 他激动地搂着我 你对我家人真好 你放心 我妹妹一定会好好干的 我当着她的面 给姑父打了电话 让她告诉妹妹 明天去本市最大的珠宝店报道 亲爱的 你真能干 晚上我叫上我妈他们 请你吃个日料 再去酒店开个总统套间 犒劳你 怎么样 我失望到 今天不行 我早就答应我姐 今晚陪我爸妈吃饭 好好聊一聊我们俩的事 不过你们有我的付卡 去店里吃顿好的吧 替我向阿姨陪礼 我叹气道 她冲我抛了个媚眼 那我下次以身相许 好好补偿你 隔天下午 我拨通了余佑的电话 亲爱的 不好了 我刚刚收到一个快递 里面有你和好多女生的合照 还有结婚证和离婚证 你说这不是脑子有坑吗 这些信息都是在派出所能查到的 他们以为我不知道吗 还有他们向你银行账户转账的记录 一看就是有人PS的 要不咱们报警吧 于又气的声音发抖 这是陷害 赤裸裸的陷害 不过 报警就算了吧 也不用去派出所麻烦警察叔叔了 咱们马上要结婚了 闹得太大 脸上不好看 那他们把事情捅到我爸妈那里去怎么办 本来爸妈对你印象就不怎么好了 没关系 这件事我来解决 你只需要相信我就行了 别的都不用做 他的话铿锵有力 怎么解决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需要安排我 早点拜见岳父岳母大人就行了 他哈哈大笑 那你赶紧解决了 我好带你见我爸妈 我姐昨天晚上说了 再不带你回去见家长 她要给我介绍别的相亲对象了 她连连答应 又叮嘱我千万不要去派出所白忙呼 然后匆匆挂了电话 我松了一口气 打开手边另一个备用机 静静地等着群里的好消息 几个小时后群里陆陆续续有人出来报喜 我的收到了 谢谢木木姐 我也是 虽然和树木有点出入 已经很好了 渣男说他把房子卖了还的债 我呸 他哪来什么房子 我淡定地回了句 这都不算啥 后面好戏还多着呢 然后下线了 深藏功于名 半个月后 鱼又一家穿得光鲜亮丽来到我安排好的酒店房间 我带他们进去 介绍了我爸 我妈和我姐 鱼妈妈从兜里掏出一瓶脏不垃圾的自酿酒 对我爸说 亲家 第一次见面 我给你带了我们那里最好的湖谷酒 这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我爸嫌弃地皱了皱眉头 这种劣质酒我可不敢喝 回头出了人命找谁去 鱼妈妈脸色一变 动了动嘴 不敢说什么 又拿出两件大红大紫 织的歪七扭八的羊毛衫 递给我妈 亲家母 这是我给你和木木姐姐织的毛衣 自己织的衣服比买得好多了 我妈微笑着说 这种衣服和你的气质比较配 我还是穿不出来 你留着自己穿吧 鱼妈妈陪笑道 你看 我家鱼又这是别墅 也买了 车也买了 彩礼也准备好了 我们家和你们家 也算是门当户对 咱们早点 把孩子的婚事办了 你也好早点抱外孙不是 我爸讥笑道 结婚可以 不能领证 彩礼三斤照给 没有嫁妆 生的孩子跟女方姓 娘家不给任何补贴 你们答应 就可以马上结婚 鱼妈妈呸了一声 你这话说出来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还以为你家多有钱呢 完全看不出 有钱人那种大气 对对对 让你家吸血最大气 我看这不是大气 是冤大头 我妈忙出来打圆场 我们也不是很看重钱 最重要的是 人品要好 那是我们家 鱼又人品最好了 走到哪都有人夸她 我姐吃笑一声 是走到哪 都有女的夸她吧 这个男的嘛 太出色了 就会招风引蝶 但是都是那些女的犯贱 和我儿子没啥关系啊 我儿啊 就对你们家木木 一心一意的 哦 但是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儿子 是张雨宁 王冉 苏杰 许峰 还是鱼又呢 我目瞪口呆 鱼妈妈 你一共生了这么多儿子吗 其他人在哪 我的律师姐姐踩着高跟鞋 把一叠身份证复印件 结婚证和离婚证甩在桌上 所有证件上 都有鱼又那张脸 这是五胞胎 傻妹妹 五胞胎怎么会连脸上的痣 拍照的动作都一模一样呢 这些根本就是一个人 鱼又瞬间变了脸色 是 你有权有事 想查谁的信息都能查 这些都是我的曾用名 谁规定不能改名了 改个名字确实稀松平常 不过半个多月前 你们一家人同时跑去派出所改名 这还挺罕见的 我呆立在原地 我说你怎么主动给我看户口本呢 这么说 我收到的那些照片 转账记录和证件复印件 都是真有其事 鱼又忙拉着我 木木 你听我解释 事出有因啊 我是结了婚又离婚 但都是因为他们出轨 我都有证据的 对了 你说到出轨这事 我想起来了 雇佣酒吧小哥去勾引前妻 拍下照片 然后倒打一耙 这套你玩得驾轻就熟啊 我姐讥讽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坏我好事 鱼又目露凶光 扬起拳头向我姐走去 我姐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又给了她一个扫堂腿 骗婚的死渣男 罪有应得 哎 你说同是一个妈生的 我怎么没有这伸手呢 鱼又从地上爬起来 咬牙切齿道 看在木木的份上 我放过你 我也是被害者 他们虽然失去了金钱 但是得到和我恋爱的机会 我的青春和时间 不值这点钱吗 再说 该还的钱 我都已经还了 对 我可以告他们敲诈勒索 我这就去咨询律师 他掏出手机 不用麻烦了 有什么事情直接问我 不就好了吗 唐律师推开门走了进来 冲我们点头示意 五年前 你们一家三口 在南方几个大省市流窜 专门盯着高端场所 出现的单身有钱女性 利用大龄女性急于成婚的心理 闪婚 变卖婚钱财产 然后离婚 连续作案 受害人已经有数十名 你的公司和房子 就是用骗婚的钱 置办来的吧 于妈妈骂了一句粗口 立直气壮地说 那都是我儿子的本事 是他们心甘情愿地给我们的 算什么骗婚 我恍然大悟 于佑 难怪你这么快就向我求婚 原来只是看上我的钱 于佑单膝下跪 慕慕 我对别人是骗婚 但对你绝对是真心的 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呢 那些女的 比不上你一根脚趾头 我不会和她们来往的 再说 我损失的 不比她们少啊 特么的还完钱之后 一分钱都没赚到 还倒赔了我的肉体 她气愤地说道 于左惊讶道 哥 你的钱不都拿去旅游和买房了吗 你哪来的钱还 于又瞪了她一眼 我贷款还的 行了吧 我姐一拍巴掌 讽刺道 那贷款欠的债 让我妹妹结婚之后还是吗 我大哭 你真混蛋 我又不是大傻子 接受不了欺骗 我俩到此为止吧 一边说着 一边捂着脸冲出去 身后 我姐姐姐夫 悄悄收起 隐藏的录音机和摄像机 带着我的爸妈 扬长而去 半个月后 个银行 贷款公司 纷纷打电话 向余佑催债 余佑还不上信用卡 疯狂打我电话 我看着手机上 一百多个未接来电 微微一笑 姐夫 你说 我现在把手机号注销掉 这个渣男是不是得气疯了 唐律师看着我叹了口气 我早和你说 可以帮他们打官司 用法律手段把钱收回来 不是更正大光明吗 我姐瞪了她一眼 你知道的 打官司至少要一年半载 要准备一堆手续不说 执行还是个问题 对啊 等渣男赚够钱 移民到国外去 他们不是什么都拿不着 我补充道 再说 我们这次的手段 完全合法合规 如果真的有问题 那个渣男早就抓住把柄了吧 唐律师迟一道 这种穷凶极恶的人 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不怕他们苟急跳墙 蓄意报复 我府长大笑 于左在珠宝店做假账 又盗窃珠宝 我已经报警了 够他们忙活一阵的了 姐姐瞪了我一眼 你知道她是这种人 还把她往咱们家的珠宝店引 就会给你辜负添麻烦 姐 我早就让店长盯着她呢 咱们损失不大 那你带他们去逛奢侈品店 又是送包包 又是买别墅的 这笔钱 不会让爸妈给你报销吧 我笑破了肚皮 原来我姐还是不了解我呀 送的包包和手表都是高仿 值不了几个钱 逛奢侈品店 他们刷的都是自己的信用卡 他们都不动动脑子 我连主卡都拿不出来 怎么给他们半副卡 至于于余佑买的别墅 那是他自己交的定金 自己签的合同 我答应他付首付还贷款 谁听见了 谁见证了 最遗憾的是 介绍他们去专柜买奢侈品 和买别墅 我只拿到了百分之五的返点 勉强够我这段时间的辛苦费吧 毕竟帮他的前妻 要回他骗走的那些钱 完全是义务劳动 一分钱都没有收 Girls help girls 谈钱多伤感情呢 方叔叔和方阿姨 这次友情出演 你可得好好感谢他们 姐叮嘱我 我恩了一声 我想他们见到这样的结局 心里也会很宽慰 一年前 方叔叔和方阿姨的女儿方圆圆 经历了类似的事情 远嫁给一个凤凰男 倾全家之力 给凤凰男买房买车 最后因为只生了个女儿 被凤凰男一脚踹开 圆圆姐带着女儿回了娘家 我去她家做客 听说了她的故事 一直想做点什么 正巧半年前 在姐夫的律所 听说了余佑骗婚的案子 要说动十多个女生 一起搜集证据 打官司实在不容易 我就和他们说 不如成立复仇者联盟 先试试 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几身行头 是向一个开二手奢侈品店的 女生借的 大平层 是按添租的 至于房产证吗 是在淘宝打印的 方叔叔和方阿姨 听说了我的壮举 愿意友情出演 扮演我的父母 痛斥渣男和他的母亲 不过 这样还不够 等到余佑把家里 所有财产变卖了 别墅也被法院收回去拍卖 走投无路之际 一段剪辑的鬼畜影片 开始在网上流传 里面的男子看着非常帅气 说出的话 却极其悔三观 我对别人是骗婚 对你却是真心的 特么的一分钱都没赚到 还倒赔了肉体 我特么也是被害者 他们失去了金钱 得到恋爱的机会 视频下面十几个小姐姐 匿名讲述了被害的经过 舆论一片哗然 余佑本来还想借着自媒体的东风 靠着自己的颜值再捞一把 这回除非他重新投胎 回炉重造 不然走哪都有人能认出来 还送钱给他呢 不砸臭鸡蛋就不错了 什么 你说他可以去韩国 整个荣再回来 不好意思 听说老赖是禁止出镜的呢 等他把欠的几千万还上再说吧 至于我吗 一位小姐姐发现 我在这起复仇事件中 演技还不错 邀请我去电影学院进修 以后的故事 以后再和你们说 可能终 cheese 或计不法